您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前文书正说到啊 这个草原上的一对好基友 阿姆尔萨纳和达瓦奇 哎这俩人啊 因为这个革命胜利以后啊 这胜利果实分不均 哎闹掰了 哥现在话说呢 要是两个小哥们闹了意见 顶多是谁也不理谁 可是他们俩人真不行 哎这腰带上啊 跨的是弯刀屁股底下呀 坐的是战马 手底下都有成千上万的步众 那闹掰了怎么办呢 撸胳膊挽袖子开干呗 这一下子好家伙的嘞 这墨西蒙古啊 大片的草原算是热闹了 这青石稿上啊 对这会的墨西蒙古准备二韩国 有一句评价呀 那是非常的贴切 怎么说的呢 说的是啊 猪部落末之士从国中大乱 有点实力的部落呀 能够选边站呢 或者跟着这个达瓦奇 或者是跟着这个阿姆尔萨纳 他们想的是啊 等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啊 多少也能分点胜利果实 哎可得说呀 您得选对了联盟 站对了队 或者说是啊 不想掺和这些战乱 再者呢 就是本部士丹利孤 也没有实力掺和这些战乱 那干脆呀 就是选择远走他乡了 有的呀 就跑到了俄罗斯的 叶尼赛河 更远的 还有跑到福尔加河流域去游牧的 有的呀 干脆就借到墨北 从墨北在奔南迁 一直穿过死亡之海大戈壁 奔了墨南呢 往大清国方向跑 乾隆18年的时候 杜尔伯特台阶 车陵和这个车陵乌巴什 还有车陵猛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车陵 因为呀 受不了墨西地区的动乱 所以说准备出逃 他们呀 可没想过 要出逃俄罗斯 他们想的是啊 祭早归降大清 所以呀 就率着部中 三千七百余户 一万五千余众啊 投奔了内地 就在乾隆18年的秋天 达瓦奇也亲帅大兵 一直啊 就打到了塞尔奇斯河 那儿啊 可是这阿姆尔萨纳的老巢 这达瓦奇也都琢磨了 哎 这次出兵啊 不出则罢 要是一出啊 就要荡平整个灰特布 一定要生擒这阿姆尔萨纳 以绝后患 那么到底打胜没打胜啊 打胜啊 这阿姆尔萨纳呀 他跑了 不是一个人跑的 是率领着所有部中跑的 那他有多少人呢 据说这阿姆尔萨纳呀 有一千多户 两万多人 这手底下上马能够打仗的士族啊 就得有一万多人 这阿姆尔萨纳呀 是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他可不想啊 自己硬碰硬 拿自己的部中 和这个达瓦奇死磕 他要的是墨西蒙古准杆尔 韩国大韩的宝座 把自己人都打没了 手里没有筹码 怎么才能实现自己多年的宏愿呢 所以说呀 需要保存实力 那么他去哪了呀 跟这个三车铃一样 选择呀 投靠大清 那这回他怎么没选择 去投靠他的老主子俄罗斯呢 他知道 要是让这俄国人选边站呢 这沙皇俄国绝对选择 这个实力比较强的达瓦奇 不会选择他 实际上呢 这阿姆尔萨纳呀 和这俄国人一直就有勾连 您还记得 那会儿啊 这达瓦奇和阿姆尔萨纳呀 这哥俩关系还好呢 哎 俩人好在呀 穿一条裤子都先肥 所以说呀 这二人啊 才能联合到一起 一块儿啊 除掉了上一人大喊 喇嘛达尔扎 发一千五百清旗 就突进了这喇嘛达尔扎的 本部伊犁 才有这阿姆尔萨纳一箭 射死了大喊喇嘛达尔扎 那么这千余清旗 他怎么就那么横呢 其实这背后里有故事 那是啊 受了这个沙皇俄国的援助 这一千多清旗呀 手里都攥着 当时最先进的俄罗斯快枪 所以说呀 才有如此之强的战斗力 对喽 这些个军械装备啊 那就是沙皇俄国在背后 偷偷摸摸援助这两个人呐 所以说呀 这阿姆萨纳呀 一直跟俄罗斯有着勾连 在这儿啊 我还可以跟您剧透一下 这家伙最后啊 他的下场就是逃到了俄罗斯 最后死在了俄罗斯 这些都是后话呀 咱们暗下不讲 咱们急着说这阿姆尔萨纳 是如何东归 臣服大清的 他呀 和别的墨西蒙古台地一样 要想臣服大清呢 也是取到墨北蒙古 从墨北蒙古啊 穿过这个大戈壁 一直到墨南蒙古 这样才能投靠大清政府 在这逃亡的路上啊 这阿姆尔萨纳才发现 原来奔这个大清逃亡 投靠大清的 可不止啊 他们这些 厄鲁特蒙古的 其他部众 就连啊 这正经的威拉特 准个二韩国的宰丧 萨拉尔都带着自己的一千余户部众啊 往内地跑 实在呀 是受不了这个达瓦奇的统治 和这个墨西蒙古的战乱了 并且呀 不光是蒙古人 天山南北各族人民 或者是反叛逃亡 或者是选择投奔大清 哎 咱们不说别人 咱们还单得说呀 带着灰特部的太级 阿姆尔萨纳 他带着自己的部众 第一部 先要到哪啊 先要到这 墨北蒙古的乌里亚苏台 这大清国呀 为了防止 墨西蒙古的东晋 就在这个乌里亚苏台 设置了乌里亚苏台将军 对喽 在那儿的大清国 有驻军 还是那句老话啊 什么叫自古以来就是你的 自古以来就是他的 甭争计 你在那儿有驻军 这地儿就是你的 您别看呢 这大清国呀 在这乌里亚苏台 驻军并不多 这蒙古军呢 从这儿常驻军有两千 巴西汉军呢 有一千 可是啊 自这嘎尔丹侧领以来啊 再没有这墨西蒙古的大汗 敢越过这条线 那这会儿 乌里亚苏台将军是谁啊 侧棱 扭乎路 侧棱 哎 您不知道是谁吧 听着耳声啊 那亲 您知道是谁了吧 就是那个 在金川前线 现了眼的那个 那亲那的学士 后来啊 让那个乾隆皇帝 用他亲爷爷的厄背龙刀 把他正法军前的那个那亲 对喽 这个那亲呢 和这个侧棱是亲哥们 这阿姆萨纳呀 来到这乌里亚苏台之后 就见到了侧棱 哎 对这个侧棱的很客气 他知道这个侧棱啊 在朝中的地位很高 这侧棱在朝里有个荣誉称号 什么呀 太子少傅 正根的满洲湘黄旗 跟皇上可是一个旗 哎 根红苗正 人家祖上啊 是辈辈出大官 您瞧了吗 太子少傅 乌里亚苏台将军 从一品 可是要是按他们家来说啊 这官做的是最小的 不信您就往上导 哎 开国五大臣之一的厄义都 在下边啊 一等宫厄比龙 那是太师 还有我就是他哥哥 诺钦 宝和殿大学士 太子太父 您看他哪个比得了 哎 咱们话说远了啊 咱们继续说这侧棱 这阿姆尔萨纳呀 让侧棱带为准宗 说自己啊 来归降大清了 这侧棱 他当然是不能怠慢了 因为你这个乌里亚苏台将军呢 就是干这个的 在等消息的同时啊 在这个大营旁边 就画下了一块草场筑地 先把这个阿姆尔萨纳 带来的这个一千余户啊 安置好了 不过呀 可有个要求 在此期间呢 不能放木 不能出国给你画这个区域 那等什么呢 等到这个朝廷的旨意来 或者说呀 就在这个附近 墨北蒙古 给你画出一块草场 从此以后 你就在此休养生息 放你的木 或者说呀 朝廷对你呀 是另有安排 不过这种大的蒙古 太子来头啊 通常情况下 朝廷都会把这个太子 请进北京 亲自召见一下 多少啊 在这个爵位上啊 草场的安排上啊 还有这个封赏上啊 都会有一些安抚 或者是呢 让你呀 就常住北京 或者是啊 让你回到这个本部 和本部这个牧民一同生活 您想啊 乌里亚苏台啊 搁现在话说 那是蒙古国 大漠隔壁以北 那到北京来回传信传话 不得写着呢 那就先这样等着吧 这等着呀 实际上啊 这阿姆尔萨纳 他是挺心慌的 领着兵和大清朝的军队 打过仗没有 哎 打过 在自个儿这个墨西蒙古的准干 韩国 叛乱过没有 哎 叛乱过 尤其是有一点啊 他不知道这大清朝廷 这乾隆皇帝 到底知不知道 他和这个俄罗斯 红毛鬼子呀 还暗通款曲 没办法呀 这人在矮言下 他哪能不低头啊 先苟着点过日子吧 好歹呀 得等着呀 听听这个 乾隆大皇帝 伯克达汗呢 到底是怎么安排处置我 哎 要说呀 快还真快 这奏折去的快 这圣旨回来的也快 这乾隆皇帝 一刀圣旨 命令乌里亚苏台将军 策冷时护送 蒙古 辉特布 台记 阿摩尔萨纳 是前来 北京城